原来密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岂有一个换了他的神吗?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换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 直至心无安教会消失 这间教会从来不会鼓励自己的姊妹去寻找神 所以你去石安 不会的 从我开始石安 我发觉神的同座在哪间教会 你们就去 你不要回来石安 如果方便 如果你在那里更加就脚 你去那间教会 那间教会整个150人 我们才有七人八人 我会这样做 但我发觉身边没有一间教会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根本是自己呼召自己 他说是奉神 但是从头到尾 他们死的就是投传 他从来没有是奉神 而弟兄姊妹去寻找神的话 对他来说是个悲剧力 如果他在第二间教会认识了神 他觉得是悲剧力 宁愿在他抱着墓墓落地獄 也比这个弟兄姊妹去第二间教会认识了神上天堂 这个是他们不会说出来 但是他们用一生去证明这个做法 OK 我就是在说这样 明白吗 那你就会明白 明明我们有这么多年 为什么有这么多神的带领印证 但其他教会反而仇视我们呢 其实 求全 是很多这些自我呼召自己出来的 这些牧师传道人 他们根本一生的座有名 所以你现在明白 对这些人就要起码认识灵修是什么 他连灵修都不知道 他做了这么多事 你以为他们不是说 每个礼拜会有讲道 搞晚会 唱诗歌 每个礼拜不断做的 但是 他就得过吉 他自己也得过吉 他导致身边的人的信仰得过吉 现在你就明白 这些人如果真的知道灵修是什么 就真的好了 对不对 因为从灵修当中 他就会了解了灵修真正的意义 亦并且从当中去自死了自己 慢慢的圣灵就可以告诉他 听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但是 没有 他们连灵修是什么都不知道 而到最后一生都是做错的事 对不对 而实际上他们做得那么对 神都不用呼召 石安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 这些人 在开始 你以为不是口口声声说跟从神吗 但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们是以别神换了这个神 就好像耶利米书第2章第11节 所说的事实 是不断在历史当中重演又重演 重演又重演 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群黑眼的人 自己争取做领袖 核子令核子 而到最后 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他们一起跌落坑中 他们一起在黑暗当中死去 但是问题 所以 神历到历史以来 看呼召是一个 几崇高 和几重要的一样的事 而神呼召了 因高了 指定了之后的人 在他的信仰当中 不是平暴清闻 而是他会以 常人都没有的速度 急速成长 而并且在急速成长当中 会利用神给他 或者带来他身边的人 让他能够在当中矫正 长大 成长 成熟 到最后 就能够带着这一班人 一起去在时代当中 事奉神 这个就是主耶稣 基督很明显 他已经示范了 一个这样的榜样 对不对 而实际上 教会打从主耶稣的时代开始 每个时代 都是用这个方法 是一定是神呼召的 才会的 但问题是 现代已经没有了 你想搵食 那就做传代人 又或者是 几个人跟你一起查经 那就可以了 你自称做牧师 这样而已 或者还需要有些 有几间的教会 他愿意按站你做牧师 那你就是牧师了 你能够想象 结果走了出来 你猜 世上三三两两 这些人 全部不想寻找神 个个都想 于是乎 他就再入了很多教会 但很可惜 他由再入这些 无神的教会 那一天开始 很多时 直到入坟墓那一天 他都不会认识神 为什么 因为他不再入这间教会 再入了这间教会 就算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先知 在他的城市 在那个时代当中出现 他的教会 都不会鼓励他们去 并且他会导绝他们去 这就是传威在我们的教会 开始的时候 展明或者很多其他 可以见识过外面的教会 很多就是这样的 他们正常死过 你知不知道 大文童我寻找神的 他不会跟你说这件事 总之 你敢过这间教会 我就会说这间教会是热热的 你敢过 你见不见 见不见 原来 我们明明是一些很简单的事 是信仰 但原来我们连根基 还没搞起的话 我们搞得这么复杂的话 就开始出现我现在所说的现象 例如你见在石安发生的事 你猜是历代历世以来 是风无论国的 不是的 在历代历世以来 这种地头主义 一早已经在教会界出现 但你会奇怪 为何教会界会有地头主义 原因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很多教会都是求全的 他不是带领顶姐妹 或者自己去寻找神 他开始说就是这样 但他换了第二个神 他开始搞教会之后 就是为了求全 到顶尖会获得神的话 对他来说 已经竟然是坏消息了 明白吗 再深入一点就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人会搞到这样 因为他们 今天连简单的事都没做到 就跑去做一些复杂的事 他连灵修是什么 为了什么都没知 所以他们的侍奉 根本就如我所说 就是最经典的 就是我回到来见到这些教会 他们那种的辅导 所以现时 当时我都不太懂得 将他们这些明明 现在我可以命名为 废掉掌赏的辅导 废掉人家的掌赏 亦废掉自己的掌赏 但是我和你们分享的时候 说到关于灵修 由灵修那么基本 开始做起的掌赏 你懂得计算的话 就算翌日是跟从神 或者甚至是 在教会帮手侍奉 或者甚至在教会当中 开始做领袖 你如果以这一个 做你的宗旨的话 你知道原来 为什么要这样矫正 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领袖为什么在这方面责备我 明白吗 因为你由这间机来做起 你知道某些消极说话 你还要全舍 明明一句这些说话 都不要说出口 你还要全舍之后 然后用死命教别人 一定要这样说 这样全舍 不要告诉教会知道 是这样的了 当教会一教你的时候 你这样做 你便灭了别人的掌赏 你便搬到别人 明明教别人说积极的说话 现在你教别人说消极的说话 那些人立刻会醒觉 但问我 那些自己呼召自己的人 他们怎样会醒觉 你跟他们说这么深的东西 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很伟大 很复杂 你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不会听的了 我做了一些已经过了你这些原则 我做了一些已经是细成剧苦的了 你说这些我现在不能用的了 明白吗 所以你能够想像 当典奥福斯教会就知道 譬如我做野化 很多牧师都不会决定做 虽然那些已经很根基 因为如果现在他们已经是一锅谱的时候 水深火热的时候 做你所说的标准 他灭了自己的教会 但不知道这种灭了自己的教会 反而真的在神的治疑下 他现在直接灭了自己和身边所有人的信仰 总之 我现在这里是一间教会 这是地头主义 这里是明明我说有神 不过其实大家都知道没有神 我明明说有神 所以你们如果说其他教会有神 有神的同在 你转会的话 对我来说是个悲剧 我会管教你 或者是责备你 诸如此类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 典型是一件悲剧 但问题现在我所说的只是简单的部分 我现在说个别一个教会 和一个教会他们的想法 但当他们联群结队起来 好像化尼座人一样 一起要灭主耶稣的话 那些思维的复杂程度 你真是有理说不清 你无论怎样跟他说 因为你明明他已经集中了 他明明是一个人错 但只不过是 每一个独立都是犯自己 在情欲上 和自己的私欲上 自己在灵修当中的失败 而导致根本以旧人方式 走出来 清亡清霸地侍奉 但问题是 现在 如果他个别一间教会的话 他也不会这么大声 但现在有两间 十间 一起犯同一个罪和冤若 就像化尼座人那样 你看到当时主耶稣律时代 民事、法力赛人、沙都哥人 他们全部都是地头主义 但问题是 联合了之后 他们就代表正义联盟 明白吗? 你最多是復仇社 所以你会看到 这就大件事了 当他们已经变成所谓正义联盟 但一大堆是错误的 你怎样跟他们说 有理说不清 你就明白主耶稣当时 为何骂这些法力赛人 因为你怎样跟他们说 连最基本的这些所谓奉献 他们都是做给人看的 他们的禁食 又做给人看的 他们所谓灵修的所有东西 都根本完全不是处理自己的软弱 或者是重复又重复 将自己本身的旧人 会复活的旧人去治死 而是他们做给人看 为了去赚他们自己的什么 去榮心 让人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他根本就是这样 并且现在联群结队做了 现在你不做 你全都错了 他们是正义联盟 《耶稣卫书》第二章 第十一节 岂有一个换了他的神吗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那无益的神 祝真你说话是名略随或坤 真光令人漫漫长路照分暗 路暗中特指引 花解我心 解有困 祝真你说话 现然是藏在心 尝笃我免礼 便附着你主君 主的奋复 主的奋复 练将发泽 似于光辉燃料我生 心渴望 真理之人 我愿能何妨 尝尝热烈心兴奋 诚心养恋 我完全被吸引 揭力行传主的发泽 祈求尽力成就我主心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